家人们 今天隆重地向你们介绍一位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富永吉先生 哎 哇 耶 come on 哎 哎 哦 对了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篇礼物 哎 尤其结婚没有啊 阿姨 我还是个宝宝 昨天结婚 夫不干净 阿姨 我不这么认为啊 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主 天天跟人去整 那叫什么话 饱饿了 多办法是吗 对了 七七 你吃饭吧 七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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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跟你说话 妈 给他送你点小礼物 哎呀 七七 你这是干嘛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有没有男朋友 这可应该没有吧 因为这都是我老叔了算 小鱼啊 你送我来年车的时候去的地方逛逛 老 你送什么时候我这陪朋友呢 张作羽 你怎么跟老老说话的 不孝顺 来 老 我送你 这是你闺蜜吗 真漂亮 哈哈哈哈 永浅 我知道 你对我老老那好 都是回来赶家宝贝 哎呀 老 又被你看穿了 但是说那脸不合适 哎呀 为什么老 哎呀 求求你了 年龄差的太多 哎 哎 你们的多大 你好像比他大个十五岁 大的一方可以照顾小的一方 我怕那脸的脾气不合 他太人性了 老 你放心 我会一直宠着他的 那你都这样祸了 那 那不是 那脸试试宝贝 我退了 哈哈哈哈